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涌现出众多强盛的王朝 其中汉朝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汉朝建立前期 由于百姓长期处于战乱 统治者决定长期实行修养生系的政策 于是便出现了世人皆知的文景之志 随着西汉国立的强盛 雄才伟论的汉武帝继位后 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一度让西汉的发展位于世界前列 汉文帝 汉景帝同样功不可目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 考古专家在探究汉景帝陵墓时 他们却发现 汉景帝隐藏两千多年的残酷事件 这一经人发现立即在史学界引发轰动 据当时资料记载 考古专家在国家文物局相关政策的支持下 对汉景帝的陵墓进行保护性发掘 他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 墓中存在各种奇珍异宝 这完全与汉景帝在位时强调的节俭 完全被导而驰 除此之外 更加令考古专家震惊的是 他们在主牧师附近 发现长达几宫里的殉葬坑 在这座殉葬坑中 考古专家发现 上千百股手材料炮躺在里面 作为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遗亡历史上 著名的看民君主之一 为何他死后恐怖中 居然会有这么多陪葬人员 难道这一千多人 完全是为了汉景帝一人而死 这和他当年所指定下来的 休养生息政策明显格格不入 考古专家立即对这件事故 进行细致性考察 他们最终得出结论 这些尸骨除了少部分殉葬人士之外 大部分的尸体 极有可能是为修建皇宁的工匠 专家研究资料得出 原来汉朝流行后葬文化 而汉景帝的古墓中 存放着大量金银财宝 而古墓的入口和方位 只有这些工匠知道 那么这些人万一被人利用 那么皇帝死后的安宁 便成为空坛 为此历代为皇帝修建宁墓的工匠 除非自己托托建逃生意盗 不然都会被杀死在墓中 为帝王陪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 提供优势力视频视频